好同學那今天的動畫製作 要用到粒子系統 那粒子系統有通過看過有通過沒看過 這個在AE 裡面也有 可是當然AE 那個是簡單版 那我們3D Max這個是比較複雜的3D版 那什麼都可以做 那譬如說你要做出很多影片的 logo 那很多畫面的動畫展示都是靠它 所以我們今天先做一下入門的操作 然後它的入口的話呢 同學呢 請你按一下X 然後打一下喔 PAR TI Particle 同學找一下 Particle就是這個 然後下面中間會有一個叫做 Particle Flow Source 就三個字的喔 我們簡稱PFS 然後你就 PFS 找到之後呢 就在地面畫一個東西喔 然後播放就可以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什麼都不懂的情況下就這樣 好 那第一個要模擬的喔 就是譬如說下雨或下雪 譬如說你的畫面裡面需要有下雨下雪的場景的話 那找它就沒錯了 那我們先把它放大一點 再看一次喔 先按一下X 再找P Particle 然後它的字 要找到第二個字才有辦法 通常要Particle的Flow Source 所以PFS 拉出一個大小 拉出一個大小 往上移 接著播放 這樣就可以了喔 那我們第一個目標是 它一下就沒了啊 我們可不可以讓它持續播放 直播 那我們到修改面板 然後去看一下喔 它的持續播放時間是在哪裡呢 在這裡叫做Particle View 就是說它有點像是 同學在花那種流程表的一個模式 你把它點開喔 所以整個在這裡操作 那我現在這邊等同學 同學呢你讓它 有例子由上往下跑 然後再把它的面板打開 這個就是我們第一階段的任務喔 好 現在畫面好 好 那我們怎麼看到實際上的例子呢 同學呢它的時間喔並不對 我們來解釋一下這個面板喔 它這個很像在寫一些流程圖的概念喔 同學這樣把它拉開 你看它目前是這樣 然後這個就是 你所做的主要的物件就在這裡喔 然後它往下指 這個就是它呢導引出來的事件 導引出來的事件 那我們現在要的就是說 我們希望喔至少 它的例子是從頭跑到尾 第一個目標很簡單 那我們要去哪裡找喔 同學呢就是 點擊這個叫做 它這裡為什麼會有這麼多個 因為我們每件一個的話 它就會跑出一個 所以你把沒有牽線的這個都可以刪掉 只要留下有牽線的這個 有沒有 有牽線代表它有運作 沒有這個紅線代表是 它擺著好看而已 那這個PARTICAL VIEW呢 我們現在想要改的叫做BURTH BURTH就是它的生成喔 這個字是出生的意思 點點一下 那你這個面板呢就會跑到這裡 那非常明顯呢 它有一個叫做1MIT STOP 就是說它30格之後就開始消失了 我們把它改擺 那這代表什麼 代表我從頭到尾都有例子 好那現在播放看看 我從頭到尾都有看到 就是它不會再說一下就停 如果是1咧 代表說呢 它一出生就消失了 通常看一下 就什麼都沒有 就是只有那一瞬間 跑出第一波的歷史之後就沒有了 所以這個把它改擺 所以呢我們現在要學的第一個東西 就是BURTH裡面的1MIT STOP 好那我們現在來 解一下這個部位 你先找到這個 然後再找到這個 好所以 一開始先做到這裡就可以了 因為我們還需要一點時間來認識它的欄位 同學讓它持續的發射 持續的發射 這樣就可以了 好現在畫面給你 剛才沒看到的同學 你就看一下簡報這裡面 詳細的說明 第一個的話是用X找Particle View 然後在地上畫出一個範圍 就是已經到這裡了 接下來呢 它的操控面板 叫做Particle View 就是右邊有個欄位 按下右邊的Particle View 好 那你這樣就絕對找得到了 那我們現在已經畫出來之後把它往上抬 下一個動作呢我們要學的 就是叫做Speed 速度 速度 因為它這個參數了解就全部都會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因為 這個可以做出非常複雜的 廣告片頭動畫 同學都有看過 就是不管是什麼新聞台啊 還是說你在播放個影片前面所需要的動畫 都可以靠它來做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它的播放速度 如果你要非常的快 這裡可以改 它會點擊Speed 點一下速度就在這裡 那目前是300 假設我是50 那就很慢 譬如說我要下雪 我要用飄的 我看一下 好那我覺得它要再慢一點 然後下面這是什麼 Variation就是變化嘛 那你可以把它譬如說我有 50%的變化 它可能就會亂飄 好那有的居然往上了 那我覺得太多了 譬如說30 這樣就可以了 那速度是不是變得不均勻了 那到底這些例子看得到嗎 看得到啊 我們現在算圖就看得到了 同學呢 你點擊這個算圖 你會看到一些例子 那這個例子的話為什麼是方塊呢 我們等一下可以改 我可以改 你就現在暫時有看到例子就可以了 然後它的數目呢 就是下一個動作 同學看到這裡 剛才的burst這裡有200個嘛 太多了 譬如說我要100個就好 amount就是數目 10個 你可以一直改喔 就這樣 就這樣 同學呢 透過反正你還已經學會 就點擊它 想要改什麼就可以改什麼 我們現在改的是 個數 還有它的速度 接下來等一下再往下看喔 目前先抓到這裡就好 那這樣子同學呢 大概等一下就可以自由的操作了 現在畫面還給你 改一下它的速度 還有它的例子的多少 同學那我們怎麼去改變它的形狀喔 同學看一下這裡 我們第一個目標想要做出 假設你設計一個logo 然後風吹過的話那些logo就變成例子 這樣讓就是煙消雲散 就慢慢消失掉 那不是突然間全部變成例子 是一個字一個字變成例子 那這個是常常見到的手法 那到底要怎麼辦到的 我們現在就用這個例子來顯示看看 首先的話我們先看一下這個chip 這個就是例子的形狀 那為什麼你看不到呢 因為同學都知道 因為現在顯卡都被買去挖礦了 非常的貴 所以有顯卡的話 它才有辦法正確顯示例子 如果說在沒有顯卡的情況下 這個其實壓力蠻大的 就是你如果把它變成真實形狀 可是有時候我們還是有需要 如果你例子不多可以開 同學在這3D這裡喔 把它改成 就是我現在先選擇這個chip對不對 那同學呢這個可以換形狀 會換形狀 假設我換成鑽石形狀 我們再算一次 那這個是鑽石嗎 然後繼續 然後假設我換成心形 我要變成心形 那這個是 它之後算出來的形狀 可是我在畫面中展示的形狀在哪裡 在下一格 叫做Display 所以一個是本身形狀 一個是畫面中顯示的形狀 它為了不要有負擔 所以用tix tix就是這種 虛的這個叫十字差 那假設我們把它切到 如果真的要看的話 它會切到 geometry 這個字就是真實的集合 所以你可以看到變這樣了 好那我先算一下看看 就是說 你不用算也可以啦 因為所見己所得 就是我這樣算 不是跟這個一樣嗎 那所以說同學 如果說你的電腦是承受得住的 當然我們現在都可以 可是到後面就不一定 因為現在例子非常少 到後面可能幾萬個 那個時候就壓力很大 那上面這裡的話 就是 直接來看叫做geometry 所以同學呢 請你試試看 我從這裡可以換喔 那你說這個 那有什麼了不起的 其實有啊 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看的是 這個形狀對不對 譬如說 你畫一支弓箭 然後讓這些例子都變成弓箭 還是說呢 你畫一個鈔票 然後這裡滿天都是鈔票 所以這種情況下 我們的例子都會變成 我們想要轉化的物件 所以 這個地方呢 還是要看到真的才比較有意義 好 所以現在同學自己來試試看 你從這裡去換形狀 這個欄位是換形狀 這個 上面這個欄位是換形狀 看你想要換什麼都可以 我再換一下 譬如說 Tetra是三角形 然後Thorus是填填圈 譬如說你要填填圈 然後最後Display的話 是因為我切到geometry 才看得到 就是這個意思 然後同學呢 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點擊這個 它這裡有一個叫做 要不要顯示100% 那這裡可能預設只有10% 那這樣子你會造成錯覺 說怎麼這麼少 因為它這裡會有一個 Viewport 就是這個四負的顯示數量 把它改100 如果你找得到 找不到其實還好 因為它預設是50% 50%也是可以顯示蠻多的 好 現在同學來理解一下 這叫形狀 下面是顯示 同學來操作一下這兩個 這個等一下我們就可以馬上進入主題了 你先認識這幾個字 同學呢通常例子時間是不夠的 譬如說我剛剛看到它被風吹走 那時間就到了 同學看一下 因為它這個下面的時間條跑得很快 你還沒有看到風在吹 它就已經時間到了 所以同學呢 在下面有一個時鐘的按鈕按一下 然後把這個Lens 改200 所以這個有改過了 畫面解一下 就是1的話是這裡 2的話是這裡 你等一下來找這個1 應該是很好找 好 那時間就變長 這個你本來就會了 我只是秀給你看 接下來我們要加入風力了 我們看下一個動作 它是什麼力量都可以加入 譬如說你要表現是一個漩渦 還是說要表現是一個爆炸 它什麼都辦得到 可是我們先做最簡單的就是風力 就風把它吹走 好 那我們先看一下 怎麼做一個風 那其實所有指令都跟真實的英文一樣 你不知道風什麼 就查一下風的那個字 然後我們現在來查一下這個 風的英文是wind 就是wind 好 那同學呢 我們現在切到 我們要切到左式圖 我從左邊去拍它 就從左邊拍 那風的話我就這樣擺 它就拉出一個方塊而已 然後按下P鍵 我看一下它是這樣 那我們現在的風是由右往左吹 如果說你要由左往右吹 就給它旋轉就好了 同學你自己轉 譬如說我現在想要換個方向 還是說有點由下往上 這個同學可以隨便的調 調到你覺得滿意的 譬如說我要有點這樣 好 那接下來播放 那當然是沒有任何反應 因為你是封建出來 可是它跟例子又沒有關係 那怎麼產生關係呢 我們要從剛才那個流程圖那邊開始 同學流程圖 如果你不知道在哪裡 當然是修改面板這個 PF Source Particle View 這個 你就記得點擊它之後 它的流程圖入口是在這裡 然後它這裡呢 就是下面會有一些物件讓你用 同學呢 你可以點擊一下這個 它這個是在放大縮小 放大縮小 那同學呢 你可以這樣拉 它那面板是可以捲動的 是可以捲動的 那我們等一下呢 就是把它的 同學現在的動作是 先把時間延長 然後再建立風力 那等一下我們就可以把風力 加到這個地方來 好 那現在畫面還給你 時間延長跟建立風力 好 那接著 我們要把風力加入 它其實下面有一排 可是下面那一排 有時候會沒有顯示 不過這個不影響我們的操作 它下面有一些按鈕 本來是可以按的 不過反正 你就直接都是在這裡按右鍵 說你要做插入動作 這樣插入一個元件 Insert是插入 然後上面的話呢 就是它的一個運算 你要插入什麼樣的運算呢 是風力 operator是運算 test是測試 這misc是其他嘛 那我們現在找 operator裡面的 false在這裡 所以說你就記得 有false這個東西 false不會太難找 好 那我們等一下就 insertfalse 這個按下去 好 然後再點這個false的時候 他就問你說 啊false是誰 那現在nine就是沒有嘛 那你就這有個add 反正它的結構都是設計 有個add 就點add去點這個風就好 好 那這樣就可以用了 你看它已經被吹走了 那我們現在呢就播放看看 當然風力的強度要調 不然的話 你可能都還沒表現到 就吹走了 就是說它根本掉不下來 這個風太強了 怎麼辦 我們現在選擇呢這個風 然後它的數值 就是在它自身的修改面板這裡 它現在強度是1嘛 譬如說我這樣拉呢 它會動喔你看 就是說我把它拉到 有被它吹走 可是不是那麼強烈 好 那這就是 大概是我想要的速度 你自己表現一下 看你覺得多少是ok的 那我希望它可以掉快一點 那就回過頭到speed了 所以你學會的東西 不要丟掉啦 因為這個都是既定的東西而已嘛 假設我現在速度又加快一點 那我是不是可以取得一個平衡值呢 我看看一下 就是慢慢的把它飄走 然後它有下降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好 那現在來其中的試試看喔 先調出你想要的畫面 可是有個問題 為什麼後面就沒有例子了 因為我們本來的時間是到100 可是被你一條調到200 所以100到200之間是沒有畫面的 那你應該怎麼做 就是還是來調這裡 那現在是0到100 你應該改到0到200 因為 你已經有調過新的數據了 同學再看一下 我這個時候就從頭到尾都有例子了 0到200都有 好 那現在就請同學試試看喔 加入風力 然後調出你想要的畫面 這個 這是3D的喔 你要轉哪一個角度都可以 最簡單的就是下雨或下雪 那這個風還可以變化嗎 可以喔 同學呢來到這個 右邊的修改面板 你現在看那個風喔 它是等速這樣吹喔 然後它也可以亂吹喔 亂吹的字就是右邊這個 Turbulence 這個字呢就是 穩流喔 就亂流 這就是亂流 所以說你把這個亂流變大 你看它就開始亂吹 我看到 它就是不會那麼均勻的 我那個亂飄你有沒有看到 所以 現在跟粒子系統無關了 你就選這個風 然後讓它的亂流打開 它叫做Turbulence 你可以去查一下這個字 然後風的強度在這裡 它太強了就把它變弱 變弱 大概就這樣而已 它沒有很複雜 好那這樣子的話 就會讓它更自然 我看到這個粒子是亂吹的 我看到 好那我們大概可以用了 接著 因為我現在表現是下雪 這個天天圈的形狀不合適嘛 所以同學呢 我們把它變成球形 它其實可以取代成 各種不同的形狀 譬如說剛才說的 你畫 你畫一個茶壺 它就全部都變茶壺 不過這個是之後再變化 目前的話 我們需要是把它變球 那球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裡有那個Sphere 二十面的應該就夠了 就是多邊形球 這個就可以拿來當成 雨或者是雪 好 目前是這樣而已 那接下來粒子的大小顆 你可以透過 然後我們要去找那個Size 通常看它這裡 這裡有尺寸嘛 譬如說你做的是很大的球 它就變這麼大 同學可以透過這個來變化 好那我現在覺得10%夠了 然後個數 假設我東西要多一點 然後多一點 就是這個BURTH的100顆 然後栗子範圍呢 然後栗子範圍呢 也是決定了 它的等於栗子散出來的範圍 你可以去調 它這裡有一個什麼長寬嘛 我把它變大一點 這樣子呢我的栗子就比較散開 我現在播放給他們看 好那接下來呢就是拍攝的問題 同學呢你就相機要建立了喔 假設我要從風的對面那樣拍過來 不是正對面就稍微有點一點點斜 然後按Ctrl-C之後相機就出現了嘛 Ctrl-C之後就知道 這時候我們已經產生一台相機了 產生相機了之後 通常按下P喔 你看相機在這裡 我們這樣拍過去 那我們希望有一個背景 所有同學呢 再從前視圖畫一個背景 這個都是你之前會的 我就直接做了 是一個像一個布幕的背景 那我們把它移到對面去 移到相機對面喔 相機是這樣拍嘛 你要把它轉到 跟相機畫面是垂直的 這個同學就隨意的移一下就可以了 那你看C的時候是這樣 這個時候再放大 好那我們現在播放 看起來是這樣 那我後面這個要貼什麼 我就貼一個 冬天的那個景色還是什麼 這個雪就會這樣飄 好 那相機的鏡頭 可以透過這裡的前後移動 你不要讓它出鏡就好 譬如說要看到大部分的例子 然後我後面可以無限的放大 那我等一下準備找一張照片 來貼它 好 現在請同學呢 先把你的背景佈置好 然後把你的相機接近 相機就Ctrl C而已 就可以接近相機了 然後把它弄得更像一點 同學看到 我這個例子是會往我眼睛這裡飄 因為我是把它轉到 朝風的方向 好 那現在請同學呢 試試看 如果要讓它更自然 請按風選這個字 剛才沒看到同學再看一次 這個wind的後面 右邊呢 修改面板有一個字呢 叫做Turbulence 我把這個 這個字可以讓你的風更自然 然後這支強度 這支強度 我把它貼在這裡 在這裡 同學選風加入亂流 就是通常選wind的 然後找這個字 PUR 就這樣 好 那同學呢 好了之後再建立相機 背景就是一個平面的 你把它轉到 跟你的相機是垂直的 這樣才看得到 那我來找一張 我等一下要找一張 背景圖 好畫面給你 同學呢 找到剛才那個面板 然後按右鍵插入靜態材質 叫Material Aesthetic 然後右上角的空欄位 把材質拉進去 對準右上角的面板把它拉進去 好接下來喔 你要做像這種透明感的話 我們要怎麼調喔 同學請看這邊喔 當然你要實心的 就什麼都不用調嘛 可是如果說要半透明 同學看到這個有點半透明 好那我再調一個給同學看喔 就是 首先你必須要材質接收的欄位 叫做靜態材質 你才可以把材質拉過來 那譬如說我現在這個是新材質 我這個顏色呢 我做的有點不一樣喔 譬如說是有點橘子色 假設我是這個顏色的血 然後我就把它拉到材質的接收欄位 是這裡嘛 這時候它就變成橘子色 可是它已經沒有剛才那種發光的感覺 那要發光的話 你必須把這個數值拉高 同學知道 好到這裡都還OK喔 可是它沒有透明感 那透明感從哪裡來的喔 透明感的話 是從 Maps裡面的 Opacity 這個在Vray也有學過 Vray的話有 這個透明度喔 通常找一下 我們把後面的按鈕給它按下去 然後要找哪一個喔 通常找這個 Gradient Ramp 這個 就是一個GR這個東西喔 它就是漸層 這個其實你看就叫漸層 然後漸層的話 它這個叫做 線性漸層不對 我們要是從中心到外面的 所以同學把這個線性改成 radio 它就變成這樣 可是這樣不太對啊 照理講不是從中間到外面嗎 它這個是裡面黑外面亮 好像不太對 我們要的是裡面亮外面黑 我們先算一下看看喔 它變成說中間是破掉了 那怎麼去反轉它喔 我等一下再把這個圖解給你 就是你要在最下面的輸出 改成那個invert invert就是逆轉 反轉的意思喔 你看它會變成裡面實心外面空心 所以 整個操作的關鍵喔 就是這裡 同學呢 想辦法找到透明的欄位 第一件事先找到這個 把它變成反轉 把它變成 這個叫做 放射狀 同學知道 漸層裡面 PS也有嘛 有這種線性跟放射 沒有放射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反轉 invert 這是1 這是2 好那我現在把它截到這裡 我們要做一個中空材質喔 就是你找到這個欄位 它就會反轉 那記得喔 把這個 先進入 剛才有個字叫透明嘛 Opacity的欄位 進入到這個欄位 然後再像這樣調就可以了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目前的樣子 有沒有反過來 通常看到有沒有 中間實心 外面有點透 那接著它的透明度齁 取決於 這個程度 你這個目前是100%嘛 譬如說你不要那麼透 那你就50% 它就會比較實心 有看到 如果說100%是 比較空 那同學要如果要很亮 可以 很亮的話喔 是後面這個欄位 就是不要用100了 你直接打勾去 找你喜歡的顏色 譬如說我要比較黃的 這時候同學呢 這個顏色喔 它會取代剛才的亮度 這個會比較亮喔 我看到 如果你用顏色來換數值的話 它亮度會比較高 那我再把它換成本來是藍的 然後看它會變這樣 所以 這個顏色 同學可以自己控 譬如說紫的 那你要很亮的話 就必須把它拉得比較白 它就會越來越亮 看到像這樣 它會有個通透感 好現在請同學呢 試試看喔 這個字可能沒有那麼好找喔 不過這是很常用的技巧 現在畫面給你 這在廣告很常用 讓它做出一個透明 有半透明的感覺 像泡泡一樣喔 同學呢 我們現在解釋一下喔 如果說你的例子 沒辦法正確的把材質貼上去 請同學來這裡修改 就是在Particle View裡面 那同學呢 去找這個材質的時候 不是找這個形狀的時候 那這裡有一個欄位 叫做產生貼圖坐標 這個類似我們用的X的UV.map 所以這個是關鍵喔 我把這個解一下 記得從這裡進來 這就可以完全解決今天的問題 第一個是這裡 1 2的話是產生貼圖坐標 這個全部把它打勾 這樣就好 然後我把它貼到這裡來 你可以找一下背景比較黑的 看起來比較明顯 從頭彩質 好 下一個動作就是 我順便貼在這裡 產生貼圖坐標 同學呢看一下第二張圖 第二張圖是這一張喔 這一張裡面呢 就是同學要透過1 先選這個 然後2這個打勾 就可以產生貼圖坐標 我這個字寫一下 叫做Generate 這就是產生啦 那Mapping Mapping是貼圖 那同學呢 這樣找應該就找得到 那目標是能夠做出這種 前後對比比較明顯的感覺 至於調色喔 同學看到我這個像泡泡一樣 好現在換成給你 好同學呢 那我們剛才喔 在3DMass呢 就是計算出200張的動畫 的照片之後 記得喔 是在這裡 先HDTV 然後下面呢 是給Output的指定欄位 算出JPG 那在命名的時候呢 就命成什麼AA就可以了 它就會A0000 AA0001 一直編號到AA的 0200到200嘛 這個都準備就緒之後 通常打開PR之後 把照片的第一張就好 匯進來 再說一次 第一張就好 同學喔 我選第一張 那整個關鍵在於 你知不知道有這個欄位喔 這個欄位叫做影像序列 你如果選第一張打勾 選一張等於選200張 同學呢 記得喔 選第一張打勾 開啟 它200張就全部匯進來了 接著我把它拉到這裡來 好 那你可以配聲音嘛 譬如說你有一個BGM背景音 好 通常看到這個例子 就這樣飄過來 好 它會變得很大顆喔 因為是朝我們的眼睛 就朝我們的鏡頭過來的 好 同學呢 自己譬如說 我給他一個Ctrl D 做一個簡單的淡路淡出 那這樣這個動畫 就大概完成 大家看一下 最後會有一個淡路淡出嘛 就是交叉融解這樣 好 那我們今天的作業就是 請同學把這個動畫算出來 畫面給你 剩下的時間就給你喔 PR的部分我們還是要約束一下喔 同學請你給H264 不然檔案都太大 你不要傳到 不要傳到我們的分享群 我同學要傳的是 你自己傳到你的網路硬碟或YouTube 然後再把連結 傳到我們的 就是數位那邊喔 好 那同學看到這裡 記得格式是H264喔 這個格式解析度比較好 然後同學呢 再到PR裡面的 匯出這個同學都有用過 我們就用Export這個 那如果說你手邊有一些素材 你可以加入聲音會比較好一點 好 那我們現在就把這個 這個匯出只要一兩秒 那得到這個H264的影片 H264其實就是MP4 就是MP4 那同學看到 你的影像已經匯出成功了 你就去找他 然後再把這個作業給上傳 我有加了一個配音 好 那同學畫面還給你 同學我們今天大家要做